Hello 大家好 我是顺便远村老师 10年前我们成立了一个设计工作室 我们的业务主要在做平面设计、网页设计、3D视觉模拟或者是网络行销 我本身的一个专长就是刚刚上面讲的那些领域 等一下 我们从头再来一次 我本身评选的这个项目是针对网页界面设计 帮客户设计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出来 你所有的每一个阶段的内容 必须非常的明确、清楚、环环相扣 告诉我们说我最后所做出来这样子的设计呢 它是一个完美的、可以解决客户问题的、符合使用者需求的一个好的界面 好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就会是一个很棒的作品 下次的年键比赛等你来啰